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能够召开说明会 那我们因为没有去参加 所以那个不见了 要记事给我扣掉 记事给我扣掉 请从头来 那我们居民很遗憾 柯文哲市长和林周明居长 在之前数次的说明会中 都保证会邀请居民参加 环平 束保 都省三个审查委员会 但是束保审查委员会却失信了 居民要严厉谴责文化局和都发局 这种拒绝民众参与的做法 下次不容许再发生这种事情 如果你邀请我们去参加 今天就不用开这个说明会了 对不对 增加麻烦 下一张 下一张 你要给我扣掉时间 今天的说明会 文化局和都发局 必须听取 而且适当采纳居民的意见 如果是合理的意见 会后要做成 会议记录在网站上公布 才不会导致说明会开过了 但是却传过水无痕了 居民再次成了呆头耳 一无所知 就像大道路96项 60几个数要被移植 我们完全不知道 一无所知 我们成了广池居民 各个成了呆头耳 被蒙骗了 眼睛被遮瑕了 束保委员会开过了 我们都不知道 8月9号开会 我们到了月底才知道啊 下一张 最后一栋福德品载 拆除的时候 请督发局 事先要做好防护的措施 保护品载四周的老数 能够毫发无伤 不要再重蹈覆车 像上次五栋品载拆除的时候 死了好多棵老树 令人伤心难过 请问都发局 有没有人会此事负责 而受到惩处 请说明 并且提出具体的改善办法 下一张 现在靠近大道路侧的福德品载园区 公共开放空间 就是靠近大道路那边 正在整地压平 但是并没有换土 那由于原有的土质不良 过去半年来老树移植的状况如下表 大家看一看这个表 听说是捷运局移植的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 捷运局 是不是 都没有人要回答 一起回答 那他是怎样 移植三棵 哭死两棵 死亡率百分之六十七 市众一棵 哭死一棵 死亡率百分之百 这种整地方式的后果就是把老树往死里推 下一张 上一次鼓动品载拆除整地的时候 居民看见厂商就地掩埋砖块水泥块石头 居民曾经紧急打电话通知都发局 扩打1999通报 但是一直未见改善 后来验收通过 状况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福德平宅园区 成为高高隆起的丘民地 而且表面到处看得见 砖块水泥块石头 但是验收通过 现在又在整地 同一块地 第二次用人民的往哪在又在弄 请问都发局 有没有人为此事负责 而受到惩处 请说明 并且提出具体的改善办法 下一张 听说福德平宅园区的环境清洁 是外包给清洁公司 但是除了定期除草外 没有看过有人来打扫 因此到处包含花海 到处是垃圾 请负责单位是哪一个单位 我不知道 提出具体的改善办法 下一张 好谢谢